HolderManager 3中的手牌会放弃 让你可以快速回放数据库中的任何手牌 在HolderManager 3中的任何手牌设图中 可以选中单个手牌 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Shift键加鼠标左键 或者键盘上的Ctrl键来选中多个手牌 选择了手牌之后 你可以点击回放器图标 也可以右键点击手牌 选择回放来打开回放器 使用基本的播放停止键来回放手牌 如果该手牌有打到翻牌圈转牌圈或者合牌圈 你也可以点击这里直接跳到该部分 回放器还支持使用热键 就是键盘快捷键来进行手牌的操作 左键头和右键头让你可以前进和后退 R上下键头让你可以跳到上一手和下一手 你还可以使用键盘上的Home键 And键 跳到回放器中里加载的第一手或者最后一手 这里我们可以标记手牌 方便之后进行回顾 可以让你在报告中非常容易找得到手牌 这里的底部会列出你在回放器中里加载的手牌对应的柱形图 点击其中一手牌就可以进行回放 保存图标可以让你将手牌复制到剪贴板 也许你想把它发送给朋友或者发布到论坛上都可以 齿轮图标包含所有回放器的选项 这里可以更改整个回放器的主题 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牌面图案 显示手牌结果会在当前手牌的顶部显示该手牌的获胜者 始终显示本人底牌 可以在手牌回放时设置自己的底牌是否公开 以大忙柱显示筹码量 可以将筹码量显示成多少个大忙柱 器牌合并让你使用底部的回放器播放时 不用看几个玩家连续器牌的动作 隐藏玩家名称 将所有对手都命名为Villains 当前的手牌统计数据 可以显示您当时亡这手牌时所看到的HUD统计数据 显示HUD可以将HUD打开和关闭 回放速度可以调节你使用底部的播放按钮时 手牌回放的速度 越往左拉就速度越快 往右拉就越慢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排桌上见